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九百二十七回 在第一层离地渊之门最近的一处大峡谷中 有七八名非灵族人小心地前行着 为首一人肌肤身红面色阴沉 正是祝阴子和其他赤戎族圣子 远处大峡谷越往前飞去 就越往地下深入 而前方呢一片幽黑丝毫光亮都没有 仿佛直通九幽黄泉一般 但是所有的赤戎族人双目闪动着惊人的鸿芒 竟在黑暗中仍能事物 一个个站定异常 不久之后啊 前方黑暗中一阵怪异的鸣叫声传出 大片黑乎乎的东西蜂拥飞出 竟然呢是一群大鸟弯大脚 双目紫红的腰衣的蝙蝠 发出支支的怪叫扑向了这帮人 朱英子飞在最前边 一见这些蝙蝠气势惊惊的样子呢 脸上毫无表情 但是背后双弑默然一斗 无数鲫羽是鸡舍而出啊 红光一闪 这些鲫羽化为无数的火石 一闪就从这蝙蝠群中洞窗而过 轰隆隆一阵爆裂之声传来 蝙蝠纷纷化为团团火球 从半空坠落 竟无疑幸免 朱熔族一干人 丝毫不停 董光转眼之间 没入黑暗中就不见了 他们只要沿着此峡谷飞行下去 一天一夜之后呢 就可以安全的到达地渊的第二层 一片蝙蝠红色的土地上 一个巨大的黑影一闪 从上空飞裂而过 一副惊慌逃顿的样子 而就在此黑影刚飞过去没多久 天边灵光闪动 另有十一团各色灵光一闪浮现而出 像这边呢是闪动的飞来啊 这群人背后与世各异 但是竟都脸上带黑色的刺青 竟然是号称非邻族第一分支的七月族人 飞在最前边的是一名枯瘦的女童 正是呢 让所有的圣子都为之侧目的敖青 子女望着远处若隐若现 落荒而逃的黑影 嘴角呢带着一丝冷笑 不慌不忙的追逐着 老师姐 这金牙兽逃走的方向 和我们要去的第二层入口有些偏离 我们是不是不要跟下去 将他就在这里灭杀了呀 在追逐了一会儿之后 后面那些七月族的圣子当中 一名身材粗壮的汉子 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哼 急什么 难道在地院一层就碰到金牙兽这样群居的中阶妖物 自然要将其一网打尽呢 还是你们觉得跟着我往下面一层会无法完成试炼呀 头也不回 此女毫无表情的说道 没有 小弟绝无此种想法 只是害怕这明艳果被其他各支人抢先寻到了 粗壮的汉子吓了一大跳 连忙解释道 如果真是太晚了 就从其他各支手中抢过来 哼 实在不行啊 地院四层也肯定的有大量此果 大不了多花一些时间 再下一层也就是了 熬清一声冷笑 不知可否的说道 听到此言呢 壮汉嘴角一脸 再也不敢接口说什么了 于是呢 一行人盯着远处狂奔的黑眼啊 就这样不慌不忙的跟了下去 一副猫捉老鼠的样子 一片乱石堆中 三名背后生有蓝色语赤 面带鳞片的飞龄族人 正围着一头身高两丈 露手人身的黑暗妖物 狂躬不停啊 从此妖物身上黑气荡荡 手中呢 持着一杆黑色的聚唱 一人立敌数名非灵族圣子 竟然呢 丝毫不出下风 反而呢 是越盗越猛一般了 围攻的这三名非灵族圣子 则暗暗的叫苦不迭 这里 只是地缘第一层而已 但是露面妖 这种第三层才会出现的高级的妖物 怎么会出现在此地了呢 不过 既然这种喜欢吸食食肉的恶妖叮嘱了 他们三人也说不得是只能拼命了 其余之处 身处一层的非灵族圣子们 大半都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但是有些呢 却异常的顺利 就接近到了二层入口的分支 甚至和赤戎族一般 开始踏上了进入第二层的入口 这个时候的韩利呢 为了躲避其他的分支 不得不找最偏远的入口 带着雷兰二人驱使着临车飞顿了大半天 不知道是此车的隐匿禁止真的有用 还是原本这条路上的妖物就不多 他们下面的行程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又飞行了两天两夜 飞过了两片密林和一片丘陵之地之后 就进入到了地缘一层的较深处了 按照飞车这般顿速 会如此顺利下去 应该再去一天的光景啊 就可以到二层入口的 雷兰和白碧对此极为欣喜 不过再飞行了数万里之后 前面却默然的出现了一片黑乎乎的地下山脉 三人一惊之下 不得不停下了飞车 按照地图标示 这里应该是一片平原的 这怎么会有山脉呢 白碧站在车中 盯着眼前堵住去路的巨山 懒懒的说道 雷兰这个时候啊 也有一些发愣呢 远远看去 山脉山峰大多极为高大 有的顶端直插地下世界的最上部 只在一些其他山头两侧 才留出一些可以通过的缝隙 形成了一个狭小的孔洞 让人看了呀 心中发毛 谁也不知道这片山脉有多长 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古怪 韩礼 山脉双目一眯之下 忽然身形一晃 从林车一飞而下 落到了附近地面 并低头呢 仔细地观察着什么 看到韩礼这般举动 雷兰和白碧有些意外 但是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也飞出了林车 落到了韩礼旁边 从附近的痕迹看 这片山脉应该是近百年才出现的 多半是被人用大法力挪移到此的 韩礼长吐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移山 雷兰脸色有些煞白了 白碧呢 身形也有一些难看 不错 而且不止一座 整座山脉都被人移到此处的 不过也不必过于惊计 这种神通 即使是地下最深层的妖王级别 也不可能凭空做到的 多半我看是借住了什么宝物 或者是禁制法阵 否则就是地渊最底层的 真出现了活生生的 真灵级别的妖物了 韩礼微微一笑地说道 哈 原来如此 白碧身为天旁族圣子 那也是见多识广之辈啊 略以思量之下 也就恍然了 就算如此 此地情形也不太对啊 先前经过的沙漠 也是突然冒出来的 地缘妖物如此做 有什么其他用意吧 雷兰呢 却露出了担心之色 可能是腰巢爆发的影响吧 就算不是如此 另有什么原因 地缘失恋 也不可能取消的 此外 我们没有办法去管 只能继续往下走 取了明念果 马上返回 将此事汇报给族中 韩礼呢 倒是不急不躁 毕竟此类的突发事件 在这以前经历的 不可谓不多了 韩星说的也是 但是这片山脉 恐怕真的有些古怪啊 若是从山顶空隙中飞过去 不知道会遇到何种风险 那若是从两侧绕过去的话 从两侧绝不可以的 韩礼一口否决 接着分析道 按照地图上的标注 这片地域两侧 一边是地缘风带 那里的地缘之风 可不是先前所遇到的那点威能 其猛烈 蕴含的极寒 足可以让我等化为冰柱 会让我们永远的困在里面的 是一层有名的禁区 而另一边呢 也不是什么善地 是一层最难惹的 黑渊飞椅的巢穴 居住着数十万飞椅 以我们的修为闯进去 不能说是九死一生 也有一半可能 永远没有办法走出来的 这么一说 我们只有冒险穿过此区域了 这也不一定 若是肯兜一个更大的圈子的话 也可以从另一条线路绕过去的 但是走路途中浪费的时间 起码要耗费七八日光景 对我们寻找明燕果大为不利啊 白碧犹豫了一下说道 杭丽呢却目光一闪 望着远处的山脉 全音不语起来 这个时候白碧和雷兰 也都闭嘴不言了 看来将决定钱都交给了杭丽 此山脉给我的感觉很诡异 若真的从此而过 估计呢 会遭遇什么大危险 到时候就算我们能冲出山脉 恐怕也法力受损 不利于下边的试炼 至于晚些时日再下第二层 这倒没有什么 有这些时日耽搁的话 反倒可以让那些 曾经针对我们的分支 摸不清楚我们的路线 再说了 这么多失恋之人 第二层也根本不会有多少明燕果 可以寻到的 我原本就打算带你们去第三层的 走吧 多浪费一些时间 也比真的面对不知名的危险的好 杭力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我说 韩兄 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下 也许此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危险 白帝双足一站到临车上 忍不住说了一句 虽然他觉得杭力所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 仍然呢 让他忍不住的说道 不用想了 这片山脉 我不会进去的 杭力淡淡的一句 车里的堵住了白币下面的劝说之言 随即呢 足够一点脚下的三脚灵车 搜的一声 此车化为了一团灵光 然后流星一般的朝一侧方向 击舍而去 先要韩力这般坚决的样子 不光白币叛了口气不说什么呢 雷兰呢 也闭嘴不言了 谁也不知道 在这两位圣子愁愁目光注视之下的韩力 心中翻滚不定着 他的一缕神念 正和灵兽环上的提魂兽 兽连接在一起 安抚着此寿暴躁不安的情绪 同时呢 心中也是暗自嘀咕不停着 从那刚一接近此山脉 体内的明魂珠就骤然发热起来 一惊之下的他 急忙联系到了灵魂灼中的提魂兽 结果发现啊 此寿一反常态的 在灼中坐卧不宁 口中低吼不已 提魂兽一定开启了灵智 韩力略沟通之下才知道 此寿忽然在山脉深处 感应到了一股可怕的阴魂之力 似乎有什么鬼物强大到 连他都大敢威胁 变得呢 是暴躁不安 提魂原本就天生的克制惊魂 能让他也感到威胁的阴魂之力 可见此鬼物的可怕了 虽然说提魂似乎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韩力却根本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所以呢 他马上打消了进入山脉的意图 宁愿是多花费一些时间 从其他路线远远的绕过去 那么这些事情啊 涉及到提魂兽的隐秘 韩力当然不会将雷兰二人通报什么的 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含糊应付的过去 如此一来呢 让两名天鹏族圣子心中略微有些不满 韩力对此心中冷笑几下 却毫不在意 他又不打算在天鹏族常待下去 又何必顾及别人的想法呢 只要他们在此次试炼中不拖到后腿 也就可以了 有了这样的想法 此后韩力对白比雷兰不多解释什么 这两位圣子呢 也没有再说什么的兴趣 临车上一时之间呢 变得是安静异常啊 三个人当中呢 韩力站在车上眺望远处 白比则低手沉吟 雷兰的则干脆是闭目打坐了 临车在韩力全力的催动之下 片刻的功夫就偏离了山脉 越飞越远 重新没入到了忽往忽明的荒野当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忽然韩力神色一动 望向远处的目光收了回来 扭头看向了车后的虚空中 双目漠然微眯了起来 韩力的异动 那自然引起了雷兰和白臂的注意 有两个人呢 一个抬起了头 一个则睁大了双眼 随着韩力的目光望去 临车四周到处灰蒙蒙的一片 哪有什么异常啊 因为地渊对神念的限制 二人更没有办法放出神念 仔细的搜索 看了一会儿之后呢 只得诧异的望向了韩力 韩力站在车中面无表情 但是瞳孔中蓝芒隐隐流转不停 一言不发 含笑 白臂终于忍不住 想问明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但是就在他开口的一瞬间 韩力忽然伸出了两根手指 往虚空轻轻一滑 呼的一声 一道金光闪电般的 从灵车后一掌而过 让白臂二人吓了一跳啊 金光掌过之处 突然绿色一闪 凭空现出了一团绿色的雾气 并被金光是一展两半 雾气中传出了惊怒的连声的低吼 两团绿物往后一射 再往中间的默然一合 形有合成的一团 绿物一阵滚动 化为了一只浑身黄毛的诡异的妖元 正是击杀了一名非灵族圣子的怨元兽 他在不久前呢 终于追上了灵车 心气之下 本想悄悄的靠近上来 然后呢 用毒物枪飞车一照 就此灭杀了韩力等人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韩力不但是神念远远的超过了化神境界 明清灵墨的神通 更已经轻易的看透了他的幻化身影 被一展破除了隐匿神通 不得不现出了身形 一见此妖元 雷兰二人一惊啊 嗖嗖两声的飞出了灵车 分裂在两侧 纵然他二人神念 没有办法外放 但是 妖元离他们如此之近 还没有办法发掘 可是幻化之术的厉害呢 但是同样是灵匠级别的韩力 他是如何发现的呢 这两个人一脸警惕的望向了妖元 心中大感不解啊 这个时候 飞车在韩力的操纵之下 稳稳地停了下来 韩力看着车后的妖物不语 是你们三个地上人 准备破坏主人的祭祀 渊元寿双目元征 盯着三个人冷冷问道 祭祀 什么祭祀 我三人何时做过此事 白帝心中大脸 但是微笑着反问道 对妖元口统人言之事倒并不在意 在前面沙漠 你们是不是杀掉了一株巨灵花 那是主人用来祭祀用它 妖元瞳孔寒光闪动 森杨味道 没有 一听妖元提及了巨灵花 韩力心中一动 但是眼皮眨也不眨地说道 口气的淡然和干脆 让妖元呢 也不禁一愣 但是 目光随即 往雷兰二人脸上一扫 发现他们面色的异样之后 心念一转之下 顿时大怒起来 雷兰和白碧文言脸色一变 急忙飞回了车内 他们知道 有韩力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 面对他们的这种信任 韩力自然不会辜负的 眨眼之间 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几乎同一时间呢 地缘三层 冒片幽黑无光之地中 传出了一声惊呼 一个白嫩异常的手臂 从黑暗中伸了出来 至于中多出了一面 黄蒙蒙的 跪头木牌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韩人修仙传 第九百二十八回